最解压 最威风 最惊险的断刀大赛来了 今天的断刀材料是一堆高碳钻头 加上一块软钢板 四位选手要用这些材料结合三枚合工艺 钻造一把符合参数要求的小刀 几个尖指刀匠 谁能突破三轮断刀淘汰赛 夺走最后的一万美刀大奖 我们继续看 一回合限时三小时 主持人一声令下 大伙就行动起来 先拿出纸和笔规划一下断刀方向 阿兰打算做一把锄刀 这种刀能同时做好切片和砍多的工作 扮用性较高 光头提姆要做一把萨克逊刀 他猎刀与工具刀的功能兼具 不仅万能 而且酷炫有形 是当代刀匠的一款时尚单品 打工仔小亨工装没拖就来参赛了 为了舒解在快三店打工的烦恼 他头脑风暴直接设起了三把剁刀图案出来 最终选择了一把反曲刀形 老艾则决定做一把库尔卡碗刀 这种刀原产自尼泊尔 整个自带一种氛围感 看着就不一般 有了图纸就可以点燃气炉准备钻刀了 要想处理这种高硬度钻头 首先要有足够的耐心 把它加热到一定程度 再把它掰局 或者和其他材料点焊在一起 干活儿讲究的题目 还事先把所有钢材都打磨一遍 去除表面的杂质后才去做焊切 这会让钢材之间更贴合 有了一定分量的高硬钢心 接下来要去处理软钢 别忘了大伙儿都要做三枚盒 也就是利用两片软钢夹一枚硬钢 形成三层结构 再用这个融合钢坯来锻造刀片 小亨这边先把软钢对折 然后把钻头做出的硬钢性拿来 像制作塔克饼一样把它夹在其中 看来这是快三店员的职业病 阿兰这边同样采用塔克饼方法 以防底部留有空腔 他还把软钢塑造成了U型 没想到阿兰虽然个头五大三粗 却是一个细心的人 题目这边进展飞快 不等比赛时间过去一半 他的钢坯已经基本融合 可以开始断刀了 旁边的老艾就不是很顺利了 他的三枚颜色暗淡 形状扭曲 还有一点分裂的趋势 他本人现在也是腰酸背痛 很难制冷起来 不知道老头还能不能坚持到最后 不知不觉 比赛只剩最后一小时 大伙的钢坯都渐进融合 陆续进入塑形阶段 只有小亨的进度停滞在这里 他的三枚钢一直没有融合 此刻正臭眉苦脸 题目却遥遥领先 做出刀形后 直接开始着处理刀片 阿兰和老艾紧催起后 把刀片催硬后再放入夹具 及时矫正扭曲的部分 之后磨一磨刀就可以准备收工 下面是品味点评环节 品味的态度将决定用全手门的去留 先来看阿兰的刀 断切方面没有问题 但刀片太薄 刀根位置有些抽象 不太符合人体工学 这点之后有待改善 小坑的刀片有点粗糙 表面有汗缝 像刀尖这种脆弱的地方更是明显 小伙儿需要紧张起来了 这把刀几乎以半成品的形式 就交了上来 刀背有一道很深的裂缝 心窍刀片还能听到里面有空枪 最后提姆的刀 虽然打磨粗糙 但刀形很有想法 焊接非常结实 另有一个美中不足的地方 就是手柄身份有点短 可以想办法解决一下 回到安全屋 品味组针对四把刀的安全问题 展开了激烈讨论 狗哥不太满意阿兰这个粗尾手柄 回顾起来很不顺手 但相比之下 还是老爱的刀使用风险更大 所以第一回合过后老爱遗憾出局 来到第二回合 剩下三位晋级刀匠 要修整刀片的遗留问题 然后给刀片加装了一个双色手柄 依旧是三小时倒计时 比赛继续 阿兰的刀柄有些错位 为了矫正刀根 他先把刀片进入水中隔热 以防气体燃料破坏刀片的硬化效果 再高温软化刀根 用手锤完成矫正 提姆和小亨则是先来到研磨机 将刀片表面打磨光滑 再调整细节轮廓 磨掉一些程度不深的汗泵 爱耍摔的小亨 还向镜头展示了他的甩刀术 来证明这把刀现在重量十分轻盈 手感十分舒适 本届断刀大赛 显眼包非你莫术 完成了修复工作 该去筹备刀柄了 阿兰是先调制好 还养树脂与樱花机的混合物 找来合适的饼材后 把它们粘合在一起 等胶水干到后 就可以拿去打磨了 小亨这边也精心挑选了两种饼材 但小火和这台钻床初次见面 似乎不太受待见 磨合了好一会儿 才成功给刀柄打好小口 完成了初步组装 题目这边熟悉流程 基本不需要别人操心 做好刀柄后 再回到研磨机打磨塑形 把它磨成适合手窝的形状 就可以准备收工了 刀剂时最后几分钟 大伙抓紧时间磨刀开刃 完善武器细节 最后把刀擦亮 就可以交出成品刀具 进入试炼环节了 首先是大立文主持的强度测试 阿兰的刀第一个挑战 这把刀经过调整形质标准了许多 来看具体表现 椰子壳满地乱飞 对隔壁桌的椰子同胞 隔空喊话 孝心大立文 这把刀的手柄窄了点 但不但不使用 武器整体结构保持的很稳固 只是这个刃口扑口有点多 接下来轮到小坑 这把刀看着就非常重量级 不知道实战表现如何 砍剁效果同样出彩 刀片边缘也没有明显损伤 表现不错 之后轮到提姆 这把刀的研磨水平非常到位 刀片很坚实 武器结构无可挑剔 唯一美中部族式 手柄有点圆 手感差了一点 接下来是锋利度测试 狗哥闪亮登场 邀请阿兰先来破坏安全带 虽然能切 但切口毛边比较多 表现勉强即得 接着来看小亨德 切口还算工整 狗哥表示满意 最后压力给到提姆 刀柄手感舒适 刀片锋利无比 一刀下去 不留痕迹 完美通过测试 经过讨论 阿兰的刀在两轮测试中的表现 都差强人意 只能止步于此 来到最终决赛 等待着两人的终极题目 是一把马来西亚剑 这是马来西亚传统武器 弯曲的刀腹杀伤力巨大 整体外形精致而华丽 这也让他成为了 贵族阶级的时尚单品 有着一式武器的职能 但在断刀大赛 只有能用的武器 才是好武器 断造要求 刀几何刀柄的形状要还原 各部分参数也要一一对用 每人有五天时间完成挑战 两位刀将继续加油吧 小亨回到老家 请了五天年假后 就迅速投入进锻造工作 为了挑战自我 小亨这次特意准备了三种钢材 打算制作五枚合钢皮 但由于家中器械有限 他在第一天里 只勉强完成了钢皮短节 隔壁提姆的车间就更简陋了 就这么小小一间房 连个动力锤和液压机都没有 也就这块 十星铁针还值个大价钱 但提姆别的没有 力气有的是 以防锻造过程出现意外 他决定做两手准备 同时锻造两块钢皮 两天时间转瞬即逝 小亨的刀皮基本成型 今天做出上弯钩 明天就可以续做刀柄了 提姆这边双刀起下 进度也是一点没落下 吹火之前 他在第一把刀的刀背上涂抹一层黏土 利用黏土的隔热性 保护刀体的韧度 可惜刀片在吹火过后 出现了一点弯曲 有点可惜 好在提姆还有第二把刀 这把刀的吹火很成功 回量之下 他决定用这第二把刀 完成剩余的工作 时间很快来到第五天 小亨的武器距离完成 只差最后一步组装 给刀柄上齐后 再微调一下刀片细节 上手测试一下手感 就可以下班了 再来看隔壁提姆 做到哪一步了 由于工具限制 他所做的一切 都只能以手工为主 从护手到刀柄 无一处不是自己亲手打磨 最后给手柄上胶水 插销钉 在夕阳下耍耍帅 就可以写宝刀 回到比赛现场 迎接最终的测试了 正式考试之前 先来看看两位考生的信息 小亨的刀采用五枚核工艺 一目的刀要看着干净许多 那么接下来话不多说 进入杀戮测试 小亨先准备 刀片非常锋利 强度也很好 可以深入假人胸腹 破坏掉肋骨 狗哥很满意 接着来看题目的 刀片的锋利不必多说 刀柄的走向 与刀片中线重合 带来的索引功能 也很不错 狗哥表示 下面是强度测试 小亨再次准备 断刀来的十分突然 小亨瞬间心碎 经过评委推测 断刀的原因是 刀片太薄 上腕钩下方的折角 又太生硬 所以导致盈力锻炼 但评委一刀下去 正好砍到薄弱点 小亨也是点倍 最后再来看看 提姆的表现 如果刀片无损伤通过 他将直接夺得冠军之位 这把刀宽厚的身板 没有辜负提姆的信任 现在 比赛结果已经显而易见 我们告别小亨 恭喜提姆 获得本期比赛冠军 大立本 刀拔垂扬柳 和树皮 轻轻我我 狗哥与狗弟 大打出手 差点不死不休 还有马戏团 毕业刀将 催火时 差点烧到肩膀 今天的端刀大赛 到底在搞什么 行为一说 回到节目开头 一场酣畅 淋漓的端刀战 即将启动 四个参赛者 三个专业评委 一个大嗓门 刚好能凑齐两株麻将 带忙和断刀 不比摸牌 好玩多了 先开这块 但是密面上 这两大桶 螺栓螺母 正是今天的断刀材料 小马不知道 里面一共有多少个 但可以向大家保证 没有一个 不是生锈的 看到这儿 你也许会问 材料都生锈了 咋断刀啊 但搁几个就是 越难越爱 谁能用大马士革钢 灌技术 让这些螺丝丁 起死回生 变成一把 崭新峰瑞的小刀 谁就能闯入决赛 赢得一万美刀 奖金的争夺权 具体装刀要求 刀片刃长在 30到38厘米之间 总长不超过56厘米 并且屏脚要有一个螺纹 第一回合 限时三小时 比赛现在开始 大脑没查得 不开槽纸 打算做一把 静气形斜刀 此刀宽厚有力 略为下弯的刀片 也赋予了 他可靠的切割效果 巧许的图纸 很有想象力 是一把冷酷的 毛尖式列刀 各个部位 都是细节满满 不知道三小时内 他能否完成 这一构想 于汉要做一把 改良师也赢刀 他的刀斧比 一般也赢刀 更厚实 形似库尔卡弯刀 阿龙的设计比较普通 据他自己说 这是一把 缩小版的帕朗刀 其原型来自 东南亚的开山刀 但这个改良 和原版 已经是 泳池和天池的区别 短短十分钟里 割几个脑洞大开 差点说不出 但这些 不屑实际的想法 才是实际的基础 设计时间结束 现在来收集螺丝 准备断刀板 要想锻造大马 是个钢罐 首先要往金属罐 填充钢材 个别懂行的刀将 喜欢先在罐子里 涂一层立可白 再往里装料 因为立可白 会在加热时 起到一个隔离效果 好让之后的脱膜 更加轻松 但盒状大马的锻造过程 原本就充满了不测 就算做足了万全的准备 也有可能 因为一点小问题 前功尽弃 阿龙这款盒马 就由于密封不言 导致火花四溅 这样下去迟早翻车 索性时间还早 与其苟延残喘 不如直接再来一关 乔许这边工作十分细心 这翻面撒撩的手法 将来如果不断刀了 还可以去烤羊肉串 一小时转瞬息是 查德的盒马已经收好 可以剥掉金属壳了 虽然涂抹过程顺利 但这个钢劈的橙色 却差强人意 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 查德也不想轻易放弃 还是走一步看一步吧 其他几位也陆续完成涂抹 但到左前程 几个刀匠刚准备拉伸钢劈 几块钢材就像约好了一样 直接原地裂开 追求完美的约翰 到这一步 心态直写崩了 把钢劈往地上一丢 找了个墙角就开始网易云 隔壁查德也被他影响了心情 陷入情绪零碎 但距离比赛结束 还有十几首歌的时间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所以两人还是重新振作 准备反攻重来 究竟是触底反弹 还是锤子挣扎 让我们拭目以待 镜头再给到乔许 他的刀片已经成形 但距离他当初构想的形状 好像还差点意思 不若进一步苏醒 接下来要换成脚摸机继续工作 不得不说 乔许这专注程度 简直无人能比 连衣服着了都不当回事 实在让人敬佩 就是静贴回家 可能得贵脱一板了 阿龙这边也做好了刀片轮廓 为了节省时间 他直接借一个螺栓 焊在了柄角上 再来看看查德板工到哪了 由于他要做的刀形比较简单 再加上身处逆境效率奇高 这一伙儿居然已经准备热处理刀片了 可惜星级吹不了热刀子 刀片首次硬化失败 他只能再做尝试 旁边的约翰也急着催火 从油桶里冒出的火焰看 他的刀片有些过热 但时间紧迫管不了那么多 刀片出锅后他也没有检查硬度 就立马去焊接罗文饼脚 另外两人也陆续完成收尾工作 玩命悬手阿龙还表演了一场焰火秀 最后踩着倒计时 菜擦刀就该乖乖缴械 等待审判了 接下来的时间交给评委 阿龙的刀形质没问题 但厚度显著太过笨重 而且表面有明显汗风 手柄也不够协调 需要调整的地方还很多 巧许的刀中规中矩 但结构紧实无缝隙 做工非常棒 就是这个刀片太扭矩 放桌上都能玩翘翘板 这点有待改善 查德的刀打磨光亮 第一眼看上去是很漂亮的 表面虽然有汗风 但不是很多 修复空间很大 最后来看约翰的野营刀 虽然外形完整 但内力已经遍布伤痕 如果让这把刀竞技 那几个评委 就是在拿自己的命开玩笑 所以毫无悬念 本回合约翰出局 来到第二回合 几个臭皮匠如是重负 但也不敢笑得太开心 毕竟最后的冠军名额只有一个 踏错一步就会万劫不复 这一局 大伙要继续修整刀片 然后加装一个带有底座的刀柄 本轮比赛依旧限时三小时 挑战继续 阿龙的刀有裂缝要处理 所以他先去焊接房 修复那刀裂缝 查德和他有同样的问题 但刀片裂缝不深 只需要打磨一会儿 就能解决一切问题 而乔许这边就比较麻烦了 他的刀依旧明显 必须小心加热 再趁热掰执刀片 这个过程不仅浪费时间 还很容易让人忘记时间 他在这里消耗了一个小时 还是效果凶微 可眼前还有一大堆活等着他做呢 他只好暂时放下这件事 先去忙别的 就在乔许矫正刀片的时间里 另外两个刀匠已经在制作手柄了 先切分饼材 加工螺旋底座 并在上面钻孔 仔细雕琢细节 整个过程游刃有余 按部就班 而乔许这边就有点着急忙慌 比赛只剩下最后一小时 周围的人却已经在做收尾工作 这时 心理压力成了他最大的敌人 乔许是一刻也不敢停歇 奋起直追 总算在最后15分钟里 组装好了刀柄 进入到研磨工序 真是太匆忙了 不过我们端刀大赛评委 就喜欢看大家手忙脚乱的样子 下面直接进入实战测试 看看大伙的真正直列 首先有请大力本带来强度测试 阿龙第一个准备 他交出的这把刀距离漂亮 还差三点水 但看起来还挺结实 来看具体表现 刀片出现几个明显的缺口 这多半是在第一回合就留下的隐患 而这个刀柄构造 对使用者来说也缺乏一定保护 所以总体表现一般 接下来轮到乔雪 平脚的底座都闪闪发光 刀背上的裂缝 终究还是在这一刻反水 爆开了一条钢丝 除此之外 刃口的损伤也很明显 刀片还有点弯曲 乔雪这下正是一脚踏进了淘汰圈 如果不是对手自断刀片 估计他也无意回天 但查德这把刀 看起来却是全场做工最好的一把 乔雪期待的画面到底会不会发生 我们注意看 原来这把刀也没有看起来那么结实 但除了刀刃上这两块缺口 也没有啥别的问题 表现还是不错的 大立本败姓而归 下面进入狗哥的美食节目 阿龙的刀线上 好快的刀 不仅出手快 失手也很快 这个刀柄 缺乏明确的保护装置 安全性太差 虽然刀片锋利 却叫人不敢恭维 下面轮到乔雪 切割流畅无阻力 这把刀的锋利度同样合格 乔雪扳回一局 最后来看查德的表现 同样能切出标准的六块腹肌 狗哥很满意 经过一番密谋 阿龙和乔雪的刀 在笔烂这方面也是不分伯仲 但比起乔雪的弯刀 还是阿龙的刀柄安全风险更高 所以本会和阿龙遗憾出局 送走队友后 剩下的两人就是死对头了 来到最终决赛 这一次两绕挑战的题目 非常有逼格 这是一队胡找刀 他来自印度 和东南亚找刀不一样的地方是 他的手柄内侧 还有四个锋利的钩爪 如果能在战斗中 惊人声色 绝对能让对手通到下辈子 断造要求 除了一些基本参数要还原 每一把刀 还都要有两个指环和四肢利爪 每人有五天时间完成工作 五天过后 两人将带着各自的作品 迎接一场生死之战 二位刀将继续加油吧 第一天 乔雪找到何时刚才 二话不说 直接开始打铁 先把刀片主体做出来 再去抠指环 之后找来一块新钢板 画出钩爪的形状 再用角膜机完成抠涂 把汗墙加热 将涂层挨个合并 就得到两把接近完整的胡找刀 既然刀片一成型 接下来就该火烤一下 准备硬化热处理了 第一把刀的火候有些过头 竟在炊火油里冷却了许久 才得以出锅 好在刀片成功催用 没有出现任何意外 第二把刀的催炼更加顺利 最后两天期限 它可以放心去制作细节了 首先安装一组饼材 增强使用手感 接着画龙点睛 在销定处装饰几颗 胡眼时 接着把刀擦戏干净 就可以准时下班 隔壁查德的工坊 氛围轻松 不仅空间宽敞 还有狗子在这里散步 待凭这一点 就足够让人羡慕 而追求生活品质的它 对待锻造也是精益求精 所以它将几块 不同材质的钢板和饼夹热 打算做大马式隔钢刀 完成这一对胡找刀的塑形 总共花了它三天时间 期间的两次碎火 也都顺利无比 所以查德乘胜追击 找出皮革神 仔细缠绕在刀柄上 以此来增加武器的摩擦力 周攻后还剩一点时间 可以在自家后院耍耍帅 自测一下武器性能 确认操作方面没有问题后 就可以重返节目现场 迎接最后的试点 欢迎来到最终测试 八戒一家在这里 恭候多时 大开杀戒之前 先来核实一下杀手的证件罩 巧许的胡找刀 由柔韧的弹簧钢打造 武器表面充满手工痕迹 整体十分有质感 查德的作品更加敬艳 上百层大马式鸽堆 最切出的凡蜜钢文 带来了极致的视觉享受 我已经开始期待 他们的取战表现了 那么接下来 话不多说 有请评委 直接开杀 这一次 手上喂着狗哥 请来了狗弟带行测试 首先借巧许的刀一用 兄弟俩玩那一战 简直就是活体连连看 小神密谋过后 狗哥开始点评 手柄是很舒适的 刀片也足够锋利 总的来说 接下来轮到查德解招 刀变轻盈并且刀刀深入 毫无疑问 又是一双可以Q的好武器 不过一直在旁观战的狗哥 对狗弟的两脚猫功夫 实在看不下去 请问是谁把黑风双煞放出来了 回到正题 来看看下面的强度测试 能否拉开两人差距 本库本格上线 巧许先准备 今天过去之后 大力本也算是解锁了一项成就 格树皮骚痒 这堆武器的勾招 十分坚韧 但刀尖出现了缺损 有点遗憾 接着来看查德表现如何 这组武器也丢失了一个刀尖 但其他部分没有任何问题 整体结构也很坚固 表现不错 之后再来到锋利度测试 大贝克已经跃跃欲试 巧许的刀线上 刀片切割毫无阻力 成功通过测试 最后来看查德的 武器轻快而美丽 无论手感还是外形 都轻松俘获了大贝克的心 干得漂亮 到目前为止 三轮测试已经结束 两位刀将的表现十分平均 但硬要说的话 也是有细微差距 比如巧许这两把刀的刀尖 是一个不胜 但查德尚且还有一把 完整的好刀 所以 细节决定胜过 巧许遗憾 只不于冠军门前 恭喜查德获得 本期断刀大赛冠军 是刀品尾大利文 一刀破开铁桶防线 本人却面不感色 气不喘 便宜刀将和自家挖掘机 通力合作 居然想到用缠斗 给刀片碎火 本期断刀大赛 没有套路 全是绝活 今天被邀请来的 四位选手都是体铁匠 但这并不是什么 跨界挑战 毕竟 不会打马滴铁的刀匠 不是好汉工 不过同行性同行 彼此还是格外眼红 何况今天用来断刀的材料 也无时无刻 不再提醒着他们的身份 没错 大伙要以这些 马滴铁和锁子为原料 运用三面合工艺 锻造一把 长30到38厘米的刀片 第一回合 限时三小时 赌上滴铁匠的荣誉 还有电力以后的生意 比赛现在开始 三男一女 拿到他们的钢材 迅速行动起来 首先扯几张草纸画设计图 老克打算做一把野营刀 这种刀用途广泛 外形规整比较好打造 小雷和他所言略同 而克里斯精神武士 DNA动了 头脑一热 决定做一把日式鞋拆倒 但这图纸明显是老外改良版 来留自己的坚持 他要做一把 美国本土的薄衣刀 这下弯刀型 经典而又酷炫 非常值得信赖 有了图纸的指引 接下来可以行动了 首先加热马蒂铁 把它撑直撑长条 然后按软钢夹硬钢的攻势 把质地胶软的马蒂铁分成两块 焊接在挫子两侧 也可以像老克这样 保留提铁钢的凹槽 直接把它镶嵌在刀背内部 然后进行断肩 准备工作完成后 就可以开始打铁 小雷在这一步出了点意外 材料沿着焊缝裂开 就能锯掉处理 再额外花时间 把它焊接回去 克里斯这边也不太顺利 这块钢皮分寸明显 他打算撒链棚纱 回路加热补救 老克的钢皮就比较稳 不仅顺利如何 而且已经出现刀型 接下来只需要用研磨机微调 莱莉这边进度也不快 同样有了一把刀的轮廓 敲打出刀根形状以后 他们要选择研磨机 这种平稳手段磨刀 而是直接拎起脚磨机 大胆上手球磨 这很考验刀将的控制能力 我们祝他好运 很快 比赛时间只剩下一半 小雷的刀重新有了起色 好不容易取打出了刀型 他却急着让刀皮冷却 把热刀子进入了冷水桶 这相当于一次为净准备的摧火 而由于刚才表面还没有被打磨处理 遇冷水很容易爆开冷格裂缝 也许小雷打算赌一把 但他的赌运实在是差 刚想把刀捞出 却又一个手滑 把刀掉回了手里 这一磕碰估计凶多吉少 与此同时 克里斯的刀片依然分层严重 但他已经无计可施 再这么下去 只有认输的份 但他一排脑袋 集中神智 想到节目组好像并没有要求 三枚的覆盖完整度 也就是说 就算他把分层的部分掰下来 再把缝隙磨平 你也不能说 这不是三枚刀对吧 虽然是下次 好歹也让他的工作有了突破 最后半小时 选手们陆续准备热处理 成型的刀片将在这一步硬化彻底 但意外往往也伴随其中 莱莉和老科身为装到老手 先后完成脆火 他们的刀片出过后 没有一点变形 经过一波简单的打磨 就可以准备收工 小雷的摧火不太完美 刀片表面仍有明显的吹痕 整体也出现轻微变形 不过没有出现开练 佛系如他 对此已经基本满意 最后是克里斯 好不容易磨完了刀 吹火过后却立刻发生小区 但小老头也不是好惹的 他趁热打铁 立马乱起锤子砸了下去 再趁最后几分钟磨着火刀 抛光表面的高温氧化物 接着风风火火停下动作 和大家一起搅线 既然老头这么激进 首先就来评一下克里斯的作品 刀片笔直 抛光明亮 但能明显看出软钢缺湿的部分 凹下去了一块 这部分还有待清理 莱莉的博弈刀十分美观 具有设计感 既做出了完美的局率 还保留了搓刀和提铁的纹路 但是刀竟然稍微有点扭曲 有待矫正 老柯柯的刀同样很漂亮 而且罕见功夫了得 汉凤几乎完美沉上其下 非要鸡蛋里挑骨头的话 只有这个刀根还不太提合手型 不过评委话都说到这儿 说明直接保存预定 估计老头已经在心里开香兵 最后看小雷的刀 虽然刀片笔直 焊接坚固 但他的参数 距离本回合要求的 还差了那么一点点 所以遗憾淘汰 第二回合 三位竞技刀将要修正 刀片的遗留问题 然后给刀片加装刀柄和护手 本回合依旧限时三小时 比赛继续 看过断刀大赛的朋友 都知道在这一阶段 如果你的刀没什么大瑕疵 那么研磨能解决大部分问题 所以大伙纷纷走向研磨袋 修复刀片窍须 减轻刀片中央 再顺便给刀刃磨出追度 预备之后给刀开刃 老科速度最快 磨完刀就立刻去切割黄虫块 把他做成护手 再焊烧加固 找来米卡塔材料做饼材 监视组装以下的确定 尺寸大小没有问题以后 调制还养素质 往其中加入一些钢粉 加强其填充效果 用这种特质浇水 把饼塞和刀根粘合到一起 双边给刀饼涂上一层黑色涂装 兰丽这边也在制作手柄 他一开始选用的松果木比较脆 刚加工好没多久 就被他十五折断 接下来只好换一块木头 重复之前的操作再加工 克里斯的刀侠是最多 在研磨机这里 耗了整整一个小时 才去准备刀饼 至于刀饼护手 他习惯做椭圆形的刀形 这也是为了和他的日式刀形搭配 接下来老头进入专注模式 发挥匠人之魂 把两块木材用削钉固定 直接上提铁搓刀开始打磨 虽然看着没有电动机器效率高 但用着顺手的就是最好的 最后30分钟 老柯的刀柄浇水已经风干 现在他要完成最后一次打磨工作 来历由于中途失误 导致进度稍慢一步 他看着墙上的石钟 急在心里 没等浇水干透就开始磨刀 这样做有风险 但不多 会不会翻车全靠自己把握 克里斯这边刚给刀爸打上最后几个销令 也进入紧张的磨刀环节 最后再试一试刀 比赛如戏结束 接下来就是紧张刺激的试刀环节 首先是强度测试 这一次又会有谁败在大利文手上 老柯先准备 他的刀做工精美 无论是圆润的刀片 还是这个炫彩手柄 都有种不受约束的美感 刀刃出现部分边缘存伤 但是整体结构支撑良好 刀柄手感也不错 下一个来历准备 他的刀气质沉稳 看着就不好惹 这削铁卢尼的刀尖 简直太锋利了 不过刀刃同样有滚边现象 而且手柄太小 加上刀片中心向前 导致我在手里不太好控制 接下来轮到克里斯 来看他的表现 这把刀受伤程度是最深的 手柄虽然舒适 但和刀片不太适配 所以还是有操纵困难的问题 表现差强人意 下面是锋利度测试 老柯再次准备 狗哥快到窄马毛 足以证明这把刀的锋利度 老柯通过测试 接着轮到来历 这把刀由于头重脚轻 切割精度有点问题 如果针对这排整齐的棕毛 它能够一次切开大半 也是不错的表现 最后看克里斯的 由于刀片受了大面积损伤 这把刀的锋利度折损最严重 所以很遗憾 和其他人相比 这把刀的劣势最大 克里斯遗憾出局 老柯和莱莉一路碾压 进入到了决赛关卡 这一次 他们要挑战锻造一把历史神兵 灵堂剑 它出现于17世纪英国内战期间 是骑兵部队的武器 剑有双刃 双面有凹槽 刀尖成毛状 隆起的护手能全方位 保护使用者的守护 而雕刻在剑柄上的肖像 据说是为了纪念那位 饱受真意的君王查理一世 每人5天时间完成锻造挑战 比赛人在继续 属于冠军的一万美刀 究竟会挖落谁家 我们继续往下看 第一天 老柯回到自家小工坊 反大道而行之 决定先从剑柄下手 这部分做起来比较简单 虽然他心而易举的 就攻破了万事开头难的魔咒 做好手柄组件后 再把所有柄材凭节组装起来 中间用螺纹装置固定 第一天轻松手工 而莱莉这边还是常规做法 从单一缸P开始锻造 用硬压机压出刀形 再用手锤细化轮廓 第三天 老柯把最后一块护手加工出来 也开始断刀 他拿出尺寸一架好的钢板 完成塑形后 在刀片底部做出柄形 再仔细打磨解清重量 而另一边的莱莉 反过来开始做手柄 万事聚备以后 再抽空给刀片做个脆火 这次硬化很成功 刀片笔直静硬 没有任何变形 到了第四天 老柯也磨好了刀 又往蝉头里倒入碎火油 让他临时具备碎火槽的功能 接着完成热处理 矫正刀片超区的部分 就可以去做最后的组装 最后一天 两把剑众神归位 彻底组装成型 最后给刀刃开封 试一试锋利度 再修磨一下小细节 就可以回到比赛现场 迎接最后的试炼了 测试道具已就位 首先来看看两把剑的外形 老柯的剑寒光闪闪 从不锈钢护手到 黄铜鞍座 都是手工打磨 具有一种独特质感 来历的武器同样优雅 刀片是5160钢打造 护手是一体式 有种浑然天成的美感 两把剑各有长处 性能上究竟谁更正义筹呢 接下来就进入杀戮测试 先来看老柯柯的表现 刀片锋利 剑柄合手 配重平衡力 让他无论砍齐还是兔子 都能轻松操纵 狗哥很满意 下面轮到莱莉 这把剑锋利而致命 能在三刀内取猪手机 但有个小问题 重心偏向刀剑一色 强调了皮砍能力 较弱了机动性 接下来是强度测试 老头再次准备 刀片出现些许小划痕 但整体结构依然稳固 表现不错 接着是莱莉 当然经过暴力磕碰 出现卷刃现象 不过对整把剑的影响 不算很大 可以通过检验 最后是锋利度测试 老柯再次准备 这款加后 俊娜已被轻松滑坡 直接让里面的沙带掏心掏肺 这把剑的确十分锋利 最后来看莱莉的表现 同样能够割破局纳一 只不过是划痕大小的问题 这把剑的锋利度有保障 但由于难以操控 导致切割精度差了那么一点 经过讨论 由于这把武器偏重 配重平衡不够完美 导致莱莉因为这一点小瑕疵 吸败给了警以求警的老柯 真是一场精彩的冠军战 那么最后 我们恭喜柯克获得本期比赛 冠军 锋利的完人方针的手柄 出乎意料的组合 却有着惊人的沙强力 这组外形奇特的双刀 究竟是什么来头 四位参赛选手 到底谁能得到 多少这组武器的机会 让我们拭目以待 本期的端的材料是一台 啊不 是一坨被压扁的老爷车 这节目组是越来越抠门了 你本来可以直接给选手一堆垃圾 居然还特意跑了一趟汽修场 一回合限时三小时 选手们要从车上取餐 做出一把符合三出要求的小刀 比赛现在开始 黑胡子马就一边抱怨 一边从泥宁中掏出一根钢铁摇杆 这块材料足够一把刀的分量 只要把它切割成合适大小 就可以进行加工了 小鸽子狄龙从垃圾堆里 翻出一块钢板弹簧的弹片 这也是断刀用的好材料 但它毫不理事 随手就把钢板弹簧 递给了旁边的麦克 队友十分感动 绝不放过这个天上掉鲜饼的机会 居住回到工作区 点燃炉子开始加热钢材 狄龙认为 跟板弹簧那么大一块呢 能捏到一片就能点到第二片 可在这之后 他却怎么也找不到心的了 这让他瞬间后悔起 自己刚才的操作 他拿起大锤 化悔恨为狂暴 狠狠砸上垃圾车 希望这样部份能爆出点好材料 吉姆从角落找到一块螺旋弹簧 小马仔细一看 发现他这个小裤子挺憋致 还能有效改善面谈 子弹笑脸 不知是怎么打造的 好吧 那没事了 吉姆将螺旋弹簧混合钢粉 填满一个金属罐 在焊接封层 打算做罐装大马神格钢 与此同时 隔壁麦克的进度飞快 他已经把钢板弹簧拉伸成了刀劈 开始打铁断刀了 一身粉红的他 对刀的品味也格外出调 他打算做一把 弱点形状的野营刀 期待他的成果 比赛过去40分钟了 第一个拿到材料的马修 居然还在切割摇杆 马修不想在镜头面前 6人猛的一发力 总算成功切割 接下来终于可以预热钢材了 他松了口气 将儿子送给他的乐高人偶 摆在了工作台上 希望原力与他同在 黎龙这边就没那么好运了 时间过去一小时 他还在和垃圾搏斗 但功夫不负有心人 他总算翻到一块板 真的好当 这样形状规则钢材 会省去他很多力气 也算是不亏 再来看看吉姆这边的加热进度 他的罐装大马 多半是封层没封岩 是一直在喷火花 接下来的环节果然犯彻 罐子一惊压断就开始破裂 内部的刚才也是一点没有融合 积木只能返回垃圾堆 重新取材 又过了一段时间 马修的刀也快做好了 这是经典博弈刀的样式 刀尖与刀身都已经有了形状 接下来只需要把刀根塑造出来 就可以准备热处理 黎龙也很快追上了大家的进度 他根据刚才原本的形状 锻造了一把刀腹较宽的竹刀 但现实并不像图纸那样自由 动力扯用力过猛 把刀片捶得比他想象中更细窄 而另一边被他保送的麦克 也没有辜负他的期待 做好刀片后 他还净挑戏选了一块冰角料 希望能把它做成刀饼护手 提前完善一下这把刀的结构 但他操之过期 没能把护手调整到合适的位置 只好放弃这个想法 最后一小时 积木还在垃圾车里翻转找材料 他找到了前任车主掉落的10美分硬币 却没找到合适的钢材 胡子兄弟马修看他可怜 全力将自己的剩余材料送给他 积木非常感动 但就这么一小块钢 也不够打造一把刀啊 他又捡了两块底盘钢 全力把他们端接到一起 做三枚合钢刀 这又是一个高风险高收益的工艺 积木真的能成功吗 或者说他真的来得及吗 麦克这边脱火成功已经准备收工了 狄龙和马修紧碎其后 将收了的刀片进入油炉 成功脆硬 接下来要把刀片表面的氧化皮打磨干净 而在这最后十几分钟 积木居然也赶上了队伍 完成了热处理 可惜赶工产品的隐患很多 他刚开始摸刀 就发现刀片表面有分层 刀计时很快结束 他只能在最后关头捷径 所能交出一把能看得到 第一轮比赛结束 进入评委点评环节 麦克的刀轮廓很漂亮 整体笔质 刀片看着很结实 表现不错 狄龙的刀片也没有问题 刀片的取读设计很用心 但这个刀根的位置 让这把刀看起来 更擅长孤刺 而不是切割 之后做刀柄是要注意 马修的博弈刀 形式标准 打磨干净 但是外形有点笨重 可以试着减轻一下重量 积木的刀汉风明显 结构问题很大 但他坚持道理的精神 值得鼓励 尤其是和他拥有同款胡子的大贝克 更是非常看好他 有空才来玩吧 第二回合 三位学手要回到这个垃圾堆 继续从这里剪材料 制作一个护手 而刀柄主体的材料 还是可以从节目组材料室拿去 这次的时间只有两小时 比赛现在继续 粉红麦克这回又领先大伙一波 因为他在上一轮比赛 已经做了个半成品护手 只需要把它加工改良一下 就能直接用 迪龙这边打算先处理刀根问题 他将方正的刀根改良成锥形 微调手柄的走向 再去寻找护手材料 这个保险杠就是不错的选择 他用角膜机切了半天 总算拿到一小片材料 旁边的马秀也找到了合适的软钢 接着他去材料池调学木材 开始切割加工 比赛时间过去一多半 三位刀像各品本是组中刀柳 麦克选择最普通的嵌入法 马秀则是用烧穿法加热刀根 直接利用热量贯穿木质饼材 虽然中间的过程有点漫长 但结果是成功的 完成组中后 再把刀柄磨成适合手握的形状 给刀片开刃就可以收工了 收集好三位选手的成品刀具 下面进入强度测试 粉红麦克第一个挑战 他的刀看起来有些粗糙 刀片支撑良好 但这个护手方向有点问题 不仅挡不住刀 还会让手指往刀刃滑动 安全性较差 之后轮到狄龙 他的刀柄打磨比麦克细致许多 刀刃边钻了一点 成立结构依然紧暴 但刀片底部有一个裂缝 这里本来硬杆填满的 可狄龙只用垫片挡了一下 所以留下了硬力断裂的风险 接下来该马修上场了 他的刀看起来最像成品 刀刃只受到轻微磨损 表现不错 就是护手太薄 用力挥刀时有点割手 接下来是锋利度测试 狗哥已经就位 麦克再次准备 这把刀的穿刺性能不错 干净的切口也表明了 刀片的锋利度 来看下一位的表现 这把刀的手柄 经过调整功能性加强了 刀片边缘足够锋利 空中会砍也能轻松完成 最后来看马修的表演 这把刀重量平衡很好 能让使用者操控自如 通芒也足够锋利 干得漂亮 三把刀的性能都差不多 这一轮该淘汰谁呢 经过评委上印 狄龙的刀柄处缝隙明显 是最有危险性的 因此捣不出局 马修和麦克顺利进入决赛 在这一回合比赛中 他们要挑战复刻一套奇葩兵器 全刃 这奇特的造型 把他拿去给村口的铁匠看一眼 估计都认不出这是啥 他是一种来自印度的匕首 刀片弯曲 手柄有握杆 战斗方式野蛮 看着有点像海盗的一只 锻造要求 刀片在11到12英寸之间 手柄的横杠也要还原 没人有四天时间完成锻造 刀匠们继续加油吧 马修回到工作室 先从武器主体入手 断打出了一对配套的刀片 接下来他用特制的模具 给刀片压出凹槽 同时兼顾两把刀的锻造 还是很消耗体力的 他第一天的工作就到这里了 麦克的老家大雪纷飞 最适合挥洒热血断刀 于是他超常发挥 轻松用手却叫打出了刀片的轮廓 还做好了手柄上的横杆 进度像飞的一样快 到了第二天 马修也做出了手柄握杆 还有牛角工艺在上面添加防滑纹路 组装了一个手柄样本出来 这个样本让他发现了一些新问题 接下来的时间里 他继续改良握杆的尺寸和距离 赶在当天晚上完成了手柄的制作 第三天 麦克的刀片彻底成型 他继续坚持手动打铁 做出来的手柄支架是 真正的纯手工无添加 但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 他太相信自己的手感 导致打孔打歪了 两个横杆没有平行对齐 想要修复的时候 却不小心把横杆掰断了 这次热处理都很顺利 马修正式收工 而隔壁麦克的进度有些慢了 他先焊接修复手柄直架的断面 接着自主测试一下手柄的强度 发现还可以特裁放下心来 装配武器 磨刀开刃 一身轻松地完成了收尾工作 回到节目现场 两组全刃整齐百裂 麦克的作品充满手工质感 刀片弧度与转折都比较粗糙 看起来真像从古印度逃来的 马修的作品更精致一点 V160材质的刀片十分明亮 手柄上的纹理既有防滑效果 也很美观 刀片底部的连接装置也很有设计感 接下来等待这两组全刃的是 三轮严苛的性能测试 首先是狗哥主持的杀戮测试 先来看看麦克的实力 这武器狗哥用起来似乎也比较生疏 毕竟长沙人也没在印度混过 两把刀重量相似 非常配套 刃口极具杀伤力 总的来说 下面轮到马修准备 这组材料的大小事中重量轻盈 虽然推力有限 但切割力良好 很有刺客的感觉 表现不错 下面是动态强度测试 这一复杂的测试场 真是有点为难评委的身体协调 麦克的雪人人再次登场 讲究的武器大师最爱从手柄挑毛病 麦克这组刀的手柄空隙太大了 不够合手也不够舒适 还会影响挥刀的精度 此外 还有一只刀片出现了轻微的弯曲 接下来看马修的表演 武器依然坚固 这组全人就像他们的外表一样强悍 表现得很不错 最后是公布胜负的时刻了 没什么好疑问的 马修的作品明显更接近完美 恭喜马修 而麦克的刀出在了手柄配置和刀片的弯曲上 这年头 纯手工打铁确实有点吃亏 如果有充足的时间 也许他能拿出更好的作品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这里是全新一季端道大赛的结束栏目 往后还会有更多酷炫的冷门兵器登场 欢迎关注小马 收看更多神兵利刃